今天又来到我们的头主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对讲回 来到2024年3月3日 星期日三年赛马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 叫做连赢及位置Q那关 二穿三 和大家买过关 买回两关 至于今次我们不买到的第一关 就会是这一场第一场 第一场是我们的五班 泥地1650位的赛事 今场马上 不算是这么多马 只有11只马来跑 11只马的场合 到底我们会买到哪几只呢 是吧 今场马如果大家看回 其实也有好几匹马 是有近跡 是有表现的 当中就像这些11号绿灯 最近跑第三 成绩叫做不差 再数到这些10号的星際精英 最近又是跑第三 又是不差 是吧 和这一号亚洲力量 最近都是能跑到第三 又是一些入格的马 都是说相当有表现相当有近跡 这几匹马 这几匹马 这么有近跡 这么有状态 这一场值不值得来买呢 我们先和大家来看看 我们先看看这一号绿灯 这一号绿灯 最近跑第三 到底有没有了解 其实我认为 这一号绿灯 在杨明伦跑的话 是跑得挺好的 这一号绿灯 在杨明伦跑的话 是跑得挺好的 这一号绿灯 在杨明伦跑的话 是跑得挺好的 跑那些菊草啊 沙田啊 都说能够赢得到的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 所以这一次 再用到杨明伦来去骑回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不错的配搭 再加上他有近跡 但是呢 这一场马呢 其实大家要注意了 不是说跑那些草地的赛事 这一马在今次贏就赢草地 跑得好就是跑草地 但是未来这一场是走回去跑泥地 这次这只马再跑泥地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个未知之所在 因为始终毕竟这只马 其实今季跑过那些五班泥地赛事 其实一直表现都不算是这么理想 跑第七第四那样 那根本上就不够 它跑草地这么好 所以就是说 这次他来跑泥地的话 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因为最近他跑得好嘛 被人加分加到25分了 25分都是一个高一点的评分 当时他跑泥地22 23都不行 那接下来25分会不会是可以的呢 所以就是说 这次见到他转场地来跑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个忧虑 有个担心在这里的 所以尽管这次杨明伦騎翻都好了 他转去泥地跑的话 其实我都没有买到这些最近那么好近跡的马 没有买到他 至于去到这只10号的星際精英 最近跑得那么好 我们又买不买呢 这只星際精英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买到他那里的了 因为这只马 其实最近的赔率都偏弱一点点的 6.1倍 5.5倍 6倍 3.5倍 6.5倍 10倍 7.5倍 所以这些马也是偏多人来买的 但是呢 其实呢 这只马呢 说真的 他跑草地就好 因为其实一路以来呢 都是跑草地赢 跑草地好 但是又是了 这只马转过去跑泥地又行不行 其实我觉得泥地呢 不是真的说每个马都适合跑的 不是真的说喂 你草地跑得好 你转过去跑泥地就一定行的 更何况其实他都跑过泥地给你看的 其实曾经这只马跑泥地千二米呢 他是说跑过第十一名回来的 所以很浪漫的 所以其实我对于他跑泥地的赛职 都是说有点点质疑的 到底他跑泥地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都是说有点点质疑的 所以其实今场马 这只马转过来跑泥地的话呢 其实我又是没有买到他的 虽然就是真的他们近职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是一些 真的跑泥地那么正宗的马 去到这只一路的亚洲力量 亚洲力量又怎么样呢 这只马最近是说跑泥地的了 跑泥地1650米五班赛事跑得好的 这只马其实最近的表现 的确是说不差的 跑第三回来 但是如果大家留意这一场赛事的话 你都会发现到这只亚洲力量 其实上将都叫做是说 排着个漂亮档 一档来跑 赚鬼了 亚洲力量其实就是迷面这只 粉红生粉红没有的 这只马 不过红色战主主座了 大家看看他怎么跑 今场马其实他排一档 已经是说 好着素了 基本上他是说 贴着条篮坛了 路 就是说 基本上都没有蝕过 一步不蝕地来跑 再加上 今场马其实都是利于他来跑的形势 今场马留到中后位置来跑的 中后位置这样的跑法 其实好着素 因为大家留意今场马的时间 其实今场马都是一些比较快 小小步速的赛事 是吧 快步速来跑的 所以 最后这只马 能够贴着条篮 省小 追回第三 我觉得 其实是正常的 因为这只马 一步不蝕 一步不蝕 再加上 加上 快步速 其实他是赚光 赚光 赚光 最终才能跑到第三 这样也赢不到 其实我觉得他 也不是真的太强 虽然说 近跡好 表面上看 真的有个第三 但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他 这些第三 真是赚光 跑的 所以我觉得 他连第一 也赢不到 这只亚洲力量 可能也不是真的 那么强 那么有实力 是吧 反而就是说 你看回 他这只亚洲力量 是输给 两匹马 他是输给 麒麟 和 飞陈追 有两匹马 是 跑赢 亚洲力量 亚洲力量 是不足够 所以 其实 会不会 就是说 选择这两匹 某个 因为原来 这两匹马 未来一场 都会再出 他们分别 就是7号 飞 腾 追 和9号 麒麟 这两匹马 未来会再出 但是赢过他们 所以在实力方面 其实 绝对是比 这只亚洲力量 是佔优 我先来看 这些飞腾追 上将是怎么跑 其实我觉得这只飞腾追 虽然近跡 一般 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料到 但是实际上 这些马 是说要称高 是说要买 买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先来看 他的赛籍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这只飞腾追 在1月24日 如何跑 泥地1650 为五分赛事 看看巴道 如何骑 这只飞腾追 之前 排了10档 来跑 说真的 排列档 也不太好发挥 9号 红衣 黑帽 这只马 就是他 红衣箭主 大家看看他的跑 这只马 这马 其实排列档 很吃虑 你看他一路沿途被人顶 头断 顶了一些三叠四叠 的位置 其实不止的 跟你说 顶了五叠 三四五叠 这样来跑 他还要抢出来 其实上场 就浪费了很多力 这只马 上场排列档 就浪费了很多力 所以这样 只计他的脚程 他已经是说 比较吃虑 比较不着素 不像什么 亚洲力量 贴蓝坦 别人贴蓝坦 一当这样出来 直接出 搞定了 他又要抢 又要成 又要给力 又要成 浪费了好多力 这只马 所以 其实你看他的头段 都吃虑 再加上 你看看时间 今场马 刚才所说 正如 都是一些快步速的赛事 快步速 这只飞腾追者 在二三位 根本完全不理他跑 根本就利追 所以 你会看到很多后上马 都能够涌上来 很多后上马 能够涌上来 前面那只 完全不行 前面这些 天使命 他完全跑不到 擺前走 很多只 根本不行 但居然这只飞腾追 即使 前面对他跑 也好 最后仍然 能够 撑得到 撑到第二 所以 其实这只飞腾追 这些什么第二 恐尼哥是绝对不弱的 真是绝对不弱的 他纯粹是被麒麟追过 是麒麟更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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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被他追过的 但是 实际上 你计算的话 其实这只飞腾追 他绝对不弱 他跑泥地 虽然说金鬼的成绩 表面上看不太好 但事实上 你只是仔细看 他其实是一只 跑泥地不差 越跑越进步的马 由之前的第四第五 都渐渐跑到最近的第二 是吧 其实这只马跑泥地是很好 当时这一场第二 他还要是贏过 利用同场的一些马 是吧 他赢得到 利用同场再出的 亚洲力量 和蔡德义 利用同场再出的 两匹马 其实都不够他跑的 所以 以物理马的话 我觉得这只 飞腾追 都是说要称高一点 是称先的 那 今次还要是 排个漂亮档 是吧 上场就说排十档 今次是说排个四档 来跑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是说 相当着素 真的相当着素 今次的档位变一变 我觉得 就已经是 整件事不同了 就是这样 你只计过档位变一变 已经整件事不同了 再加上 你看看今次的佣人 之前就说 用巴套来对跑 今次不是用巴套 是特地强配舌印 这只马 今次是特地摆舌印上去 今次摆得舌印 就要必买 是吧 今次摆舌印 怎可能不买 你看看 这只马 其实曾经 有一位骑士赢过 当时那位骑士 正正就是舌印 是吧 其实舌印这只马 是很熟悉的 骑过他三次 三次 一边 两个第二 成绩是非常之好 非常之准盛 你看看 全部 所有的赛 基本上 没有一位骑士赢过 唯独是舌印的 所以今次 放回最夹 最夹这只马 的舌印上去 我觉得 完全是一个 赢马的配搭 最近跑来 他又出色 今次很漂亮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 今次是要买到的 所以我们第一只会 选择马匹 选择这只7号的 飞腾追 来再买 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 选择马匹之后 就来说回 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第二只会选择马匹 是哪一只呢 正正想选择 9号的麒麟 来买 为何今次会选择 麒麟 原因很简单 第一件事就是 我认为这只麒麟 它一向跑 麒麟 也是很棒的 这只马 其实之前都解释过 老实说 这只马 在1月24日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看到 我们的影片的话 都知道 我们是有买到这只麒麟 当时就是叫大家 去买这只麒麟 为什么叫大家 去买这只麒麟 就是因为这只马 它跑麒麟 是强的 根本它跑麒麟 就出色 麒麟 1650米5班 是最正宗的路程 所以它赢来赢去 就是这些 赢麒麟 1650米5班 而大家可以看看 当时它的表现 其实它的表现 是说不差的 麒麟 当时就排了7档 来跑 这里的一只 就是它 紫森 紫帽 红色箭主 大家可以看看 这只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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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留了后来跑的 都是在很被动的位置 留到最后 最被动的 你看到它 现在都比头马 就是说 带头那只 带来了差不多10个马位 所以这只麒麟 是跑得相当被动的 最终这只马 其实是说 能够兜大外碟 尝到很交关的情况下 冲近 冲到第一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只麒麟 是相当之好 虽然说 它就是吃着快步速来跑 其实快步速也适合它 追 适合它跑 但是 这只马 尝到很被动的情况下 其实它都能够 追到上来就厉害了 因为其实 如果你对比那些 亚洲力量 亚洲力量 跟前多了些少少 再吃快步速 贴着就很难 其实这些马 是最好追的 就是说 那些789位的马 是最好追的 但是这只麒麟 留到那么厚 去到那么厚 哇 十几位的位置 再加上大外碟 都翻到10个 所以 虽然说 吃了快步速 但是 你吃那么多脚趁之下 它都能够充近 而且是赢了 收姜回来赢 你看看 是收姜回来赢 赢了第二名 那只马 差不多 整个马位 其实我觉得这只麒麟 真的跑泥地就出色了 对吧 它赢了整个马位 大佬 赢了飞腾桌 亚洲力量 那些 所以我觉得 这只麒麟 跑泥地的表现 1650 真的不能看笑它 接下来又再跑泥地 1650 又是对着那些对手 上转它不是就是跑赢 飞腾桌 亚洲力量 错得以这些马 你同场坐着的三匹马 都不够它跑了 所以 二物论马 我觉得这只麒麟 绝对是要称先 绝对是要称高 真的 跑泥地 它是出色的 何况今次操练 其实它做足给你 你看看 这只麒麟 今次它赛前 特地上了重化来做操练 所以 看到它的操练是极之认真 你看看它上将 即是说上将 它一跑草地的赛事 2月7日 它不是跑草地 它在赛前 它没有时间去理你 它不会想重化跟你操 是吧 它知道这些不是 它最精忠的路程 所以 没有想重化操 你再看之前 赢马那场赛前 即是说跑泥地赛前 它又是想重化来做操 是吧 想重化来做操 所以这只马 其实就很明显 它是 一跑泥地 就跟你认真 跟你来了 今次特地上去 重化操一操 做足赛前的操练 再把梁家将 赢马派档上去 那 更加就是说 搭着个漂亮档 一档来跑 所以我相信 这些马 其实是很好发挥 很好跑 打小王牌 随时 今次走回泥地 又赢 所以不要小看它 所以我们第二只会选到马匹 选到这只9号 是麒麟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 那今次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是哪一只呢 其实就想选到潘婷的马 即是说这只2号的美满星云 那为什么会选择呢 选择它呢 选择它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的 那就是因为 这只美满星云 其实最近 它不断减分 五盆志 帮它不断减分 减减减减减到36 那我觉得就差不多时候要买了 因为这只马 其实之前 龟初的时候 它34分赢完 它被人加分 加到39 加到39的时候 其实它这些平分 连续汽水 他可能会的话 连续汽水 但是你開尸位 也能跑到第二 第4个 跑泥跌第二 39分 但是这句 versus, hin,下回到36 就是说连续酒 viel 你看到好多长 五盆志 是不断帮给亚的 找着潘段这些 referend 帮他减到个平分 相当低,36分 去到这些评分,我觉得就要买了 因为其实都接近他赢马的时候的评分 而且都是低过39分 39分他真的跑第二 今次低过他,低过39分 这些评分就是在赢马和跑第二之间的水平 接下来再跑那些沙田泥链 51650米 就是说他赢马的路程和场地 其实我觉得这款沙田泥链绝对有威胁 你看看当时这款沙田泥链链 跑赢那些日咒月章的力量多多高 每天漂亮的 其实这款沙田泥链就要再出 日咒月章就要再出5号 输毁了给他 其伦甚至说其伦 其伦之前都跑过第9 输毁了给美满星云 所以美满星云跑泥链是很棒的 他也很棒的 差在他的评分之前就是高 4140 很高的评分 高的评分当然没那么好 但现在降到36 我觉得这款沙田泥链绝有资格 去到真胜 而且最近那两场 潘顿摸完他 都不放手 最近那两场沙田泥链链 2200米 这场是潘顿链链链 他没有过 未来一场都不放手 继续骑他 跑回他最正宗的泥地 所以我觉得这款马 其实也是需要注意 虽然说排10当 虽然排10当 劣当好像不是那么好 但是这些马 我说 他前速够快 很快的马 尽管排10当 我觉得他都能够抢到前 因为今场马小马 再加上 他真的前速快 你看得到他很多场 都自己放在前来走 所以就算排10当 今场没有快马 不是那么多快马 抢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能够抢得到 所以今场马 我想选回他 第三只会选到马匹 选到这一只 22号的 美满星云路 好了 说完过关的第一关之后 就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 今次会买到 第八场 第八场 第八场是 二班 草里B加伊兰 这100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其实我们一早就 已经出了一条单Q 给大家 这个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 单Q一窗过 即是说 螢光幕上 现在的这张图片 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我们的 channel 按这一条影片 又或者 按右上角 好像Iz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 我们单Q一窗过 这个系列的那条影片 在单Q一窗过 这条影片里面 基本上 有我们的详细分析 我们会说 这一场马上面 我们会买哪两只马匹 以及 为什么我们会买这两匹马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来到去看 至于今次我们的投注策略 是怎么样呢 我们会怎么买这条过关呢 基本上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买回 连赢 及位置Q 这个彩池 之后 买回过关方式 二穿三 将两关的马匹 来到去做一条二穿三的过关 就可以了 是的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都不妨试一试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在这里祝大家 赢多一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今天大家记得订阅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还有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